砍树时突然发现一场,劈开树干一看,瞬间被吓出了一身鸡皮疙瘩。 村民上山砍树突然发现,一场劈开树干,一看瞬间被吓出了一身鸡皮疙瘩的血, 再在很多地方还是很流行烧木柴,一来可以省钱,二来拿去烧饭煮菜也会食饭, 菜变得更美味一些大的木材,还能卖给木材加工厂,也算是一种收入切面都是原动国外一位村民, 就想到山上去砍一些大木材,卖给加工厂抓点生活费砍了几棵树之后一切都很正常。 可当他砍到一棵看起来十分粗大的树时,却发现了一场树干里布满船区这棵, 树相当容易就被砍断,然后村民看了一下,切口居然布满了一个个的原动员, 洞里面似乎还有什么东西,在出于好奇之下,他就把树干给劈开了看到了里面滴东西后, 瞬间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头部,有类似贝壳之物, 只见树干里秘密麻麻都是一条条,像是蠕虫一般的生物, 有大有小通体白色半透明,然后头部还有类似贝壳一样的东西看起来十分, 奇特村民也没见过这种东西同行的人,也不知道是什么密密麻麻的传许后, 来村民将一些这种生物带回了村里去问村里的老人老人, 仔细观察后觉得这应该是一种较传区的海洋生物, 这种生物其实是贝壳类生物,是一种得以遭怒为居。